Hello 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看十八般無理 今天請了一位我認識了很久的朋友 他就是益樓的吉他手阿韜 阿韜 我認識了你都很久 因為我記得那時候還是二樓後座 那時候還在這裡 那時候好像都五至六年了 因為我很記得那時候 我經常被他們淘獨去買Effect 你經常想來試我們那些東西 好像OK的 就買了 認識音樂就在你們那裡 那你自己認識音樂 又在哪裡開始這個音樂生涯呢 就是Beyond 一開始都是Beyond 其實都是 對 很多人都是 都是在讀書的 就是中學時代 然後之後 剛好有一個 其實我本身就很不知為何 在家裏有支木結他 就是很不知為何 對 有一支classical的 就是原詩那些 然後聽多了歌 一個人可以長大 然後喜歡Beyond 聽多了歌 剛好有個同學 然後他又玩結他 開始有盤 有盤就有心機 回到家裏就自己拿著木結他 然後又不知怎樣 試一下彈一下 亂玩就開始了 彈一首歌哄女生 有味的 純粹 其實開始的時候 當然有的 但是開始的時候 真的會有一點 因為那個 剛好和言的聲音 是會有一個打爛陣營 就是這麼好聽 那開始 那個同學就很喜歡日本 日本樂隊 即是X-Japan那些 剛好那個年代 剛好就是Heater死的那個年代 他就不斷介紹很多 Heater X-Japan的東西給我聽 然後我聽一下都覺得 嘩 真棒 其實都 琴行 那時候還有新星堂 新星堂是日本的樂器譜加唱片譜 他們因為日本的GD很漂亮 然後就經常聽很多歌 即是他又認識一些朋友 夾樂隊的朋友 就會再吸收更多音樂上的東西 你們開始夾樂隊 其實有一隊樂隊 即EVER 其實你們都夾了很久 要說回我開始玩音樂之後 轉轉接接 即是認識很多朋友 又玩又不玩又玩又不玩 然後最後真的試過第一次 自己叫媽媽借錢給我 買一支很便宜的電結他 連買M的那些 一個套餐的那些 千多元的那些 然後就真的很入迷了 一年左右就真的出去找人夾樂隊 又剛好有那些社區中心 搞那些演出 就是社區中心的舞台 小型舞台 其實也不小型 是一去就去文化中心 嘩 這麼好 但是我那時候不認識 就是完全不認識 不知道什麼事 總之有演出 那社區中心搞也不會騙人 會不會嚇到你去那些地方 沒有 其實一天空白 然後認識了家豪 就是EVER 我家豪 不是你 我方釋為王家豪 那時候其實差不多夾了兩次 然後我還要唱歌 家豪好像是打鼓 對 家豪打鼓 然後我就唱歌加彈結他 這樣就很混亂 很搞笑 或者是很不知所謂的一場show 真的很符符符符的 對 就出了人生第一場show 那時候我連Bangshow也沒看過 就已經出了show 完了之後會不會都 下定決心 下次要再做好一點 有一點嚇到 真的那時候小時候 很心情去練一首歌 幾首歌 三首歌 我記得 然後到真的演出的時候 就是好像一閃過 不知什麼事 斬一下眼睛就沒有了 斬一下眼睛就沒有了 但是就會覺得自己 好像真的很噁心 不是做得多好 你說很噁心 對 出show的時候要搞很多東西 又要做很多奇怪的衣服 我的粉絲都知道的 所以我認為是兩頭五刀案 就是又想做 但又做得不好看 這個就是你的人生感覺的演出 之後都走了很多演出 特別是有跟世榮在內地上的演出 對 然後就開始了夾Bang 跟加入Fan他們 但是之後沒有再一起夾Bang 那時候你還沒夾Bang 我還沒夾Bang 只不過是兩邊 就是大家有共同的朋友 經常都會出來玩 研究 吹水 講音樂的東西 很轉接 因為又發生了很多事情 之後Eva他們又 有一些成員的變動 然後 他們就找我加入Eva 那我就開始跟他們一起玩 然後變了 有我 嘉杰 嘉豪 Ryan 還有我們四個 是不是四個 是四個 那你怎樣由Eva去認識世榮去呢 那時候他們已經有聯絡 他們A7Bit之後 他們就有一個relationship 在 因為尤其是Irene 就是他們那時候的經理人 開始 其實他們是想在二樓後座 西榮很想幫香港Bang 做一隻雜感碟 其實開頭的時候 Eva就可能有兩首歌 或者一首歌 我不知道 我忘記了 其實原本的意思是 打算做一隻雜感碟 幫忙香港樂隊 最終就跟他有一個聯繫 對 就開始有一個關係 那時候經常想二樓後座 對 就開始進入一個真正的錄音室 錄音室 那時候很漂亮 對 就是一個神聖的地方 他幫他做他的backing band 基本上跟西榮夾Bang 對 就是他是主任的 對 然後他有演唱會 我還記得開頭 我第一次出國 即是坐飛機出去做show 但背著結他 好像很有型 背著結他去坐飛機做show 即是寄倉 對 去北京 做什麼呢 做Beyond雙傑演唱會 當時有Paul 和西榮 我那時候十幾年前 第一次認真是 即是我小時候當然認識他們 你的偶像 對 認識他們 跟著真的跟他們合作 在台上玩演唱會 你知道有這樣的消息的時候 你在背後 你在家裡是怎麼辦 睡不著 不是睡不著 是不睡覺 絕壽的抗戀 是啊 當然 是否需要好好去 不要辜負他們 即是不要辜負老闆給我們 有收入 真的很好 然後有大大小小不同的 有小有大 有很多 經常帶領我們到處去玩 很多show 內地演出之外 還有一些在國外的演出 對 比如馬來西亞 新加坡 日本 我很記得在台灣 日本這些很多地方都去過 但我最深刻的是 當時有一個很機緣的巧合 我們認識了LUNA C的YINLANLAN 哇 這些也是你們的偶像 這也是我人生裡面 一個很大的經驗 很偽然地去問他 可不可以叫他幫我們合作 幫我們彈一首歌 真的嗎 即是FATURING 然後他又真的很好人地肯 肯了 肯了 是哪首歌 是必經之路 是很好的人 真的答應了 然後就開始做了我們這首歌的project 我們這首歌的project 我們在香港錄了少少一些底 然後就寄過去給YINLANLAN 他錄 然後我們再飛過去 再錄補一些東西 再混合 這個經驗是很難得的 跟他圍馬去談 但談就難得 語言不通 即是我們日文不好 跟著我們英文少識少少 即是你就 他日文很好 當然他日文很好 他英文就認識少少 跟我們少少 跟我們少少 我們少少 他們少少少 就變成很多時候 其實這也是一個 小小的遺憾 我相信如果我們可能 能夠溝通自如的時候 都會有機會 可能是一個很好的朋友 因為我覺得其實他也是很好的人 EVA這個時期 就是一個比較高的 練到自己很多東西的地步 現在玩了另一種風格 一種香港的重型音樂 重型音樂 就是加入了液流 其實主題是怎樣去結識這個緣分呢 其實也挺有趣的 因為我沒有想過 因為EVA 155年左右 其實就開始停了 開始沒有組織 開始做Section 工作上的 工作上的 其實同液流他們都認識的 當然 只不過是 可能不會去到 好心交 就是 玩Show 看Show 都常常見到的 就不是一個好Fan的朋友 但是認識的 然後去年阿新就 突然之間就找我 找我 他們可能成員都有變動 他出去吃飯 我覺得 什麼事呢 是不是有什麼好東西 歌紅狗狗 然後 他說 他說 想找我玩液流 其實我 我當時真的 第一個反應都是 玩液流 也嚇一嚇 但是 其實因為 我沒有立即答應 其實那時候我沒有立即答應 因為 我覺得 如果我 我看得出他們的液流 其實是很勤力的 還有他們是很有目標 很有方向 還有知道自己做什麼 那他們有成員變動的時候 想找人幫忙 我當然 如果我幫到 我當然 我當然可以幫 但是有一個責任 對 有一個責任 你到底是否去玩 還是怎樣 在自己方面 是否可以認真 所以我開頭第一次 是覺得 我沒有答應 而且我會說 不如先試一下 不如找人 夾一下 我一進去的時候 就需要有一個 project 他們就有一首歌 要cover LMF的 屬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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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屬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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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屬 我得空洞 本性从未公导 宁愿还断 但我未梦成空 要天翻地覆 从天下梦中一刹光景 普天下历练国在冬定 为何仍要帮风捉影 难道要撞破施责声 注录鞋 魏 冬定 律 聪明